中秋月圆人团圆不顾光复乡却有私户人家家中遭逢巨变 生活也顿时失去依靠乡公所立即提供资源救助 借由原民会急难救助金赶在中秋廉价的最后一天上班天 由乡长逐一道府发送协助受难户战斗难关 因为脊椎动大到一时也无法工作生活陷入困境 向公所原民客户之后也主动协助申办疾难救助金 今天上午向长林坚水也亲自道府发送场面文心 怎样身体不好 开大火 刚好公所一点点 不仅一般民众 这位母亲也为患有重大疾病的孩子 申请疾难救助金作为医疗费用 让孩子能够健康的追逐足球母 公布果中 果中那小朋友而已啊 我现在生高中 生高中的啊 对对对 中秋月圆 人团圆 不过光复乡却似乎人家 因为家中遭逢巨变 一时急难 生活顿时紧紧依靠 相公所获之后也立即提供资源协助 并且赶在中秋节四天廉价前的最后一天上半天 将一万元到四万元不等的急难救助金 送交到收南户的手中 得以度过难关 迅速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时日蓝光复采访报道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小时的手中 谢谢观看